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做高级翻译 国家队的翻译 必须英文好 也必须中文好 这是最基本的 一定要政治上非常的敏感 翻译工作不是一个终点目标 它是一个起点 大家好 我是高志凯 欢迎收看高谈伯乐 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一谈高翻的事 中美在阿拉斯加的高层战略对话 我们大家都为政治委员杨洁篪 国务委员和外交部长王毅 跟美国人争锋相对感到鼓舞 同时大家也看到 我们外交部的高翻张经女士 出雷把萃 表示非常的赞叹 我本人很有幸八十年代 我在外交部工作 我当时的工作就是给国家领导人 担任翻译 我很有幸给邓小平同志做过二十多次翻译 这在我个人的生涯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所以从我的角度看到外交部的新生力量 如此出色的表现感到非常的高兴 我跟大家谈一谈 外交部的高翻 它必须要具备什么基本的素质呢 当然了大家可能会说 必须英文好 也必须中文好 这是最基本的 语言功夫不到位 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做高级翻译 国家队的翻译 这是做不到的 但是仅仅除了语言以外 还必须具备几个至关重要的数字 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政治上非常的敏感 立场非常的清晰 翻译不是说一个纯粹技术性的东西 翻译它是有政治性的 它是有方向性的 所以政治觉悟一定要高 我记得我们在外交部翻译室的时候 每天都要认真的学习 党和国家的最新的政策 最新的方针 每天都要关心国家大事 都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而且要完全的准确的掌握 国家重大的立场和标准 当然了 大家知道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宾 外交部经常会最准备好说帖 英文叫talking points 在外交部做高级的英文翻译 必须完全的掌握这个说帖 必须把标准的答案和口径倒背入流 另外在外交会谈中 会遇到很多难以预料的事 这次在阿拉斯加杨洁篪政治局委员 一口气说了15分钟16分钟 这本身给翻译张金同志实际上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和很大的挑战 但是张金同志反应非常灵敏 工作完成得非常的完善 我曾经给我们国家一位最高领导人之一 连续三个晚上会见外宾 每个晚上谈三个小时 连续三天就是谈了九个小时 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我在外交部的工作时间中 遇到好多次这样的严峻的时刻 严峻的挑战 另外一个很关键的 准备工作是至关重要的 而且准备工作又涉及到方方面面 我过去曾经讲过 我当时最怕的就是我的笔写不出来了 不漏油了 所以西装口袋里不仅有一支备用的笔 最多的时候我一共要带五支笔 为什么呢 因为一支笔写不出来 还有一支备用的 备用的笔写不出来 还有其他的备用的笔等等 当然了 外交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事 它还涉及到方方面面 地理 气候 环境 政治 经济 人文 方方面面 你都要懂 你都要知道 翻译最怕的是 领导人说了一个概念 你这个概念都不知道 上下文都不知道 背景都不知道 那你怎么样子做这个工作 都不可能做到出类拔萃 能进外交部翻译时 这个门槛确实很高 很难进去 百里挑一 甚至千里挑一 进去了 不能够马上就做翻译 我们在外交部翻译时 必须同时做笔译和口译 笔译是基础 笔译才能够使得 我们的用词造句和概念 都能够基本上统一 另外 我们必须进行大量的锻炼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 我刚进入外交部的时候 我刚进入外交部的时候 绝大部分时间上午下午晚上都是在做练习 都是在接受培训 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同志可能要调到其他单位 担任其他性质的外交工作 有些同志就能够更好的得到了机会 有些同志过了一年过了两年 就可能要根据他的特殊情况 被选派到英国美国或者其他英语国家 进行培训 针对他的具体情况来发现他存在的一些不足 来提高他的更全面的 知识面也好 基本功力也好 和对英语英国文学的了解 这方面大家知道 外交部他不把外交工作和翻译工作 分成两股不同的道 做翻译工作就是外交工作的一部分 大家知道很多著名的外交官 一开始都是做翻译的 我们这次去阿拉斯加跟美国人 沉腔实战的杨洁篪同志 他现在是政治局委员 他原来就是在外交部担任 翻译工作 我在1988年的时候 杨洁篪同志是我的英文处处长 还有很多 现在在外交部战斗在第一线的 战斗在很多工作岗位的 原先进来的时候都是翻译 外交部的翻译工作不是一个终点目标 它是一个起点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 百年不遇的大变革时代 中国的外交工作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而且中国外交的涉及的利益会波及到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在这个方面 外交部的翻译室工作会越来越艰巨 外来越重要 我感到很欣慰 外交部的翻译团队确实是兵枪马撞 确实是不负众望 我们的外交部的翻译事业后续有人 而且我相信 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 杰出的 爱国的 勤奋的 粗类拔萃的翻译工作者 加入到外交部的重要的翻译行业